看完了市长卡位战来关心2016的总统卡位战 又有心动静了吗 因为传出蔡英文已经下定决心 她要角逐5月的民进党主席改选 党内评估这一次谁能抢下党主席 谁就能抢下2016的提名资格 苏贞昌跟蔡英文两个太阳的战争 似乎已经提前开打 我们还是要强化我们自己做一个选项的条件 四年前2012总统大选刚结束四个月 蔡英文就表态想选下一次 不过要选2016没那么简单 光是党主席苏贞昌这一关就过不去 苏贞昌跟蔡英文两人有心结已久 就连参加党内活动互动都冷冰冰没有交集 要搭配参选南上加南 现在传出蔡英文已经下定决心 要角逐民进党的党主席改选 由于党主席报名时间就在三月 换句话说他近期就必须表态 不过苏贞昌也不是胜优的灯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年底打赢 这是大家的期待 也是我党主席的责任 动作频频不断放话 苏贞昌扬言团结整合才能胜选 他也有不能输的压力 毕竟如果小英当上主席 他连个位置只怕都找不到 还记得2012总统大选的尴尬场面吗 请院长担任那个最重要的角色 谢谢 什么是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 苏贞无论谁当上党主席 另一个人都没有生存空间 抓住主席大位 等于抓住总统提名权 两个太阳战争白热化 不过还没完呢 院长您已经决定要参选党主席了 对不对 对 谢长廷也表态参选 嚷嚷着当主席要当协调角色 全力助选 绿营茶壶内的风暴继续酝酿 总统卡位战越卡越激烈 多谢新闻下车陈宏怡 在台湾的